公元645年 李世民的一把火 让唐军拿下了辽东城 接着唐军就开始进攻白岩城 正好赶上了城外高多黎 一万多人的援军赶到 唐军翻将七臂合力 带上八百人就直接迎了上去 激战正酣使 七臂合力的腰部重作 干嘛 过分了啊 嘎我的腰子 正当七臂合力口吐芬芳的时候 薛恩贝丹记救出了重伤的七臂合力 等把腰伤简单包扎之后 不行 不能这么算了 重伤的七臂合力又返回了战场 嘎我的腰子 你们去死吧 这一下 勾勾离军队大败而逃 唐军又一口气追杀了几十里 一直追到天黑才停战 做人留意线 日后好相见 嘎我腰子 以后见一次笑一次 看到这一情形 白岩城内的勾勾离守军 已经吓傻了 同时被吓傻的还有白岩城的城主 于是城主悄悄的派人 来到了李世民军中请降 啊 唐大哥 唐大爷 我家城主想投降 但是城里其他人不像呀 他很难做呀 一点都不难做 让他把唐军旗帜拿回去 插在城楼上 于是城主还真把唐军旗帜 插上了城楼 我的天哪 大晚上的见鬼了 是唐军破城了 高勾离的守军们 以为唐军已经破城 直接扔下武器投降了 总算是把命保住了 白岩城被唐军拿下 接着唐军又进攻安市城 这一次 高勾离派出了15万的援军 大唐藩将阿史拉什尔 带了1000突厥骑兵 直接赢了上去 但是刚一交战 阿史拉什尔就败了 哎呀呀 高勾离军队太强大了 打不过呀 打不过呀 跑咯 这唐军这么菜 冲啊 高勾离军一看对方这么菜 顿时来了劲 争先恐吓的追了过去 没想到追着追着 就追进了李世民的包围圈 我们是不是中计了 还没等高勾离军反应过来 当时还是普通士兵的薛仁贵 就直接冲了出来 手拿划吉砍对面 一路火花待产店 来的来了就别客气了 今儿谁都不能走 你们这也太客气了 你看 我家里的衣服还没收呢 我还必须得回去 四个州都是唐军 高勾离的士兵根本就逃不了 激战下来 高勾离军被斩首两万多人 剩下的都原地跪降了 十五万的援军就这么没了 这下把周围几个城池都给吓傻了 守城的士兵弃城而逃 反倒只有安市城 我们死扛不详 转眼来到了农历九月 此时的辽东已经入冬 唐军粮草即将用尽 哎 办事回朝吧 在李世民办事回朝临走之前 他还赏识了安市城城主 尖薄白痞 以奖励他的顽强坚守 回城途中一盘点 李世民这次亲征 斩首敌军四万人 唐军战死两千人 由于没有灭了高勾离 自我要求高的李世民 还深深的自我检讨了一番 下次一定 下次一定 我们会回来的 也不知道韩剧里李世民被射瞎眼睛 各让辽东的烂梗 是怎么编出来的 下一次征战高勾离 就得看李记的了 啊